大家好我是橘白貓 又到了我們排友簡來小教室啦 那這集我們要來解答的技術是發球 發球是排球運動中最開始的一個技術的展現 也是整個排球運動過程當中第一個開始攻擊的手段 所以說有好的發球呢 不僅能夠破壞對方的整個節奏的組織 然後呢如果能夠直接得分的話 也可以幫助隊伍整個士氣的提升 那橘白貓我在研究所的時候修課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也曾說過 一個好的隊伍那他的發球率成功率高破壞率高 那在最後的勝率來看 基本上可以提升大概三成左右的勝率 當然三成這個數字啊 是我們老師講的就是僅供大家參考 那現在賽場上呢不論是國際賽 或是中華隊的一些比賽 氣聯啊或者是一些大專國內大專聯賽 那這種跳發跳飄這種跳動式的發球 也逐漸成為主流 那為什麼會跳飄跳發這種跳動式的技術 會越來越流行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啊 因為跳動式的發球它不僅可以提高 我們發球的擊球點 那讓球在過往的時候 有更銳利的角度能夠進到對手長去 那因為也有助跑的關係 它也同時也能夠提升我們在擊球時 就是給予球的速度還有力量 造成對方的一些威脅性 那目前賽場上喔 基本上都是以上手發球作為主軸 那其實我們後台裡面啊 也收到蠻多相關 詢問跳飄這項技術的一些問題 那麼我們接下來的影片呢 就來介紹一下 關於跳飄這項技術吧 GO 那要怎麼判斷發球的時候 它是發炫球還是發飄球呢 很簡單 只要看它發球的時候 球體有沒有做旋轉 如果球在空中飛行的時候 有像這個樣子去做旋轉的話 那這個就是旋球 那如果說它發球的軌跡是這樣子 幾乎不旋轉的狀態下往前跑的 那這個就是飄球 發球的姿勢上面呢 又分為兩種 一種是戰力式的發球 那基本上就是站在底線 或是離底線一段距離 那它的發球動作呢 就是站自預備 拋球 發球 那這種就是戰力式的發球 第二種型態呢就是助跑式的發球 或叫跳動式的發球 那跳動式的發球 通常會離底線有一段的距離 然後利用助跑的方式 像這樣跳起來 把球打出去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跳飄的教學 那它在動作的預備上 還有整個流程會如何進行呢 在預備的時候 我們會把兩隻腳稍微的靠近一點 但是不要完全併攏 像立正一樣站就可以了 那不服的話可以讓雙腳平行 或者是稍微前後戰鬥沒關係 上半身在預備的時候 我們會雙手持球 然後把球稍微放在肚臍的位置 好像這個樣子 屈幹的角度可以稍微往前傾 像準備要氣跑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跳飄的預備動作 那再來我們助跑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已經習慣 平常我們攻擊部也學了很多 那基本上都是以三部助跑當作 我們整個動作的基礎 所以我們在等一下助跑的時候呢 也是用三部助跑來出發 右撇子的話呢 是踩左、右、左的步伐進行 左撇子的話呢 就是相反 右、左、右 OK 所以我們等一下助跑的時候 會從預備動作 然後跨我們的左腳 右腳、左腳上去 踩這樣三步的方式進行 再來拋球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拋球的時候呢 會像我們平常用雙手接水洗臉的感覺 那把我們的球強向成是水 兩隻手向上捧起往上帶 用手腕的地方處立 把球由肚臍的地方向上捧起 大概到下巴的地方 球自然而然就會離開你的雙手 上升大概到頭頂的位置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助跑拋球的時間了 那什麼時候拋球呢 就是我們第三步往上墊起來的同時 輕鬆把身體墊起來的同時 把我們的球像洗臉一樣往上捧 所以最後做起來的感覺 會像是這個樣子 預備動作 助跑 拋球 擊球 這些動作呢就是整個雙手持球跳飄的流程 那在發球的動作上面 有些人會為了想要擊出更強的球 或者是想要讓球更平的出去 他會在擊球的瞬間收肚子 像這樣子把上半身用力的往下壓 那這個動作呢除了會讓視線偏離 讓球偏離整個目標之外呢 也會讓你的手在擊打的時候 容易打偏整個球 因為眼睛的視線跑掉的關係 讓整個擊球的動作變得不紮實 造成失誤率的上升 那這個部分呢 是第一個比較常出現的問題 第二個呢 是有些人他在擊球的時候 他的動作比較不乾淨 動作沒有那麼簡單 一般我們在擊球的時候呢 拋球後 慣用手會直接拿到頭頂上面去做預備 當我們在擊球的時候呢 只要把我們的手順勢往前推出去 這樣就可以很簡單的完成整個動作 舉個例子 有些人在擊球的時候 會拋完球後 慣用手會往後輪起來 再往上帶 那身體會因為這整個 往後再往前揮避的這個動作 讓力量都流失在這一段 所以沒有辦法很簡單的 控制揮避的軌跡 那些人在發球的時候呢 可能因為他的力氣比較小 會使用拳頭去做敲擊 那這樣其實不太好控制球的方向 發出去的球呢 也有可能因為敲到左半邊或右半邊 讓球有點旋轉 所以球不是在不旋轉的方向下進行飛行 所以我們建議是把手打開 然後手指要微微的並攏 不要完全張開來像這樣子 讓我們擊球的時候呢 不是靠近指尖或是指跟的地方 是稍微用手掌心的下半部 讓掌跟的位置把球這樣撞出去 敲出去 既然是手掌靠近掌跟的地方 把球撞擊撞出去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的跳飄的內容啦 那跳飄雖然是一個比較進階的發球技術 但它相較於跳發來說 卻也是一個比較好上手 然後呢也同時具有威脅性的發球手段 那相信在大家反覆練習之後呢 都能掌握這項技術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妨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收到第一手的資訊喔 有任何的疑問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會一一為大家做解答 我是橘白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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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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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